中部相對立北京正式連任 在公辦進行發表會四三十四年來的情節 也向民眾感謝地景創生意涵 講到地產人是地景創生同中亞官司 在進行發表會的專頁 臉書現場地報 中部相對立北京在進行發表會 感謝鄉親四年來的機會 以四三十四年來的情節 包括正式環保室、林氏家園 計劃1700萬提升生活品質 進出客規為1300萬推動客家文化 向營建室進出13000萬提升得了 品質和林氏的空間改善 另外向中央進出市長東路透明 一三五三頂中公路電南地下 和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合作帶動帶三三頂演算關公 也和中部都會作為行銷都得散 另外和行川高河公公開票完成 和幕主辦中委庫基地美尼完成 等到的起點增加到11月 比來四年以地景創生 當作中部鄉的未來發展 你們知道嗎 為什麼很多人還要去日本市場 因為他們各所在都一直在 提供他們的地方的力量 不管是為行道的故事 到北海道的血跡 去到那裡市場的人 都可以看到他們的文化 看到他們的力量 所以去到那裡市場的人 可以獲得很大的樂趣 所以我們要用地景創生 來創造我們地方的職業規會 我們要讓我們少年人 可以回家 我們要讓我們的地方經濟 可以發展 所以地景創生 就是已經有的 我們要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地景創生就是我們 我們沒有的我們要做一個創生 所以地景創生 不是敢做包裝 它要讓我們的地方的故事 設計下去 地景創生 不是 彈花一現 它要找出特色 一直一直扳下去 地景創生 不是單打獨鬥 它要串聯 點 線 面 在北京共町 基礎建設 原本人們帶來推動 中部鄉的路由 在北京也要推動 新郵報做機會 正處在三合地区 設立國中 在北京共町 以關於在處 新丹中部鄉行動的決定 會有鄉親在處之期 在北京大家發現 十五分鐘 整頂臉書直播 和報告現場的人 有機會可以了解 正心口要向中部鄉 蔡宏博德